2019年12月1日上午,在广州大道北于于东西路交界处出现地面塌陷 事发路段为地铁11号线沙河站施工区域 途经该区域的一辆轻乌车和一辆电动单车掉落其中,共有三人被困 12月2日17时40分,广州市新闻办针对此事召开了第二次新闻通缉会 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始终没有放弃 不过,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当时到塌陷区救援时,水泥板再次发生塌陷 流沙像漏斗一样流下去,人和车很快就看不到了 后续赶来的蓝天救援队也表示,塌陷区迅速扩大直达桥墩,救援人员无奈后退 从这个时间发展来看,这个事故的发展是迅速的,很快的 在两三分钟之内,我们的车已经从看见到看不见到被买 然后水就上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不断的连续的读次塌方 我们的救援人员没法靠近初次的地点 另外呢,就是他方迅速发展靠近我们,逼近我们的高架桥的路基和蹲基 另外呢,这个地下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管线 包括是煤气管,供水管,供电电脑,还有我们通讯电脑等这些重要的管线设施 为了确保次生灾害不再发生,不再扩张 同时提供救援强险的一个平台和条件 所以呢,对塌陷的边坡进行预加固和处理 所以我觉得呢,这些方案呢,是专家在现场根据条件 结合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以后做出的决定 我觉得是合理的 据介绍,至12月2日凌晨5时 塌陷区边坡加固基本稳定 钢户桶安装完成,并在钢户桶周边安装作业平台 开始下一步搜救工作 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经专业机构对桥梁进行监测和检测 广州大道北高架桥状况安全并于上午7时恢复通车 同时,对于塌陷区域图体进行进一步筑江加固 持续动态监测周边水、电器、通信等设施 及房屋道路桥梁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从塌陷事件发生时起 政府、各部门、地铁集团、想方设法 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全力开展救援 不惜一切代价收救被困人员 接下来,政府相关部门、地铁集团 将持续以救援被埋人员为第一要务 永不放弃,千方百计开展救援工作 对于三名失联人员的身份 孙成为表示,两名身份已经确认 另外一名骑电名车的人员身份仍在搜寻 目前仍在由公安部门进行身份的确认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